團團今年18歲 我們在8月中下旬的時候發現 他的食慾不是很穩定 那有一天也發現他嘴邊有一個白沫的狀況 那我們認為這樣的現象不是很尋常 所以我們回溯了一下我們的一些監視器的影像 那就發現了在8月23日早上7點的時候 有一個3分鐘的疑似一個癲癇發作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一個警訊 所以我們後續也一直在追一些影像 雖然沒有典型的癲癇再度發生 但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 我們必須去確認團團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所以後續我們也謝謝台大壽醫院 還有我們團隊這邊 我們去安排9月18日 讓團團去做MRI的一個檢查 磁症噪影的檢查 因為這部分才有辦法清楚知道 他的腦神經有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他的腦實質的狀況如何 那那天的檢查就發現 如同我們的新聞稿所述 他的左腦葉有部分區域的液化壞死的狀況 右腦葉也有 只是範圍比較小 那相關的檢體 我們當時也做了採樣 後續也會做一些檢驗分析 因為這些檢驗分析的結果可以支持我們去找一些真正的噪音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是一個結果 但真正的治病原因我們還需要去做釐清 那接下來我請我們的館長 來先說一下團團目前的一個情況 我先說明一下現在團團的狀況 那我們在9月18號麻醉檢查完結束之後 那團團一直就在我們的後廠休息 那他的食慾還有行動方面也都恢復得還不錯 那當然跟正常以前是還是有一點點差距 所以目前他還是在我們的後廠這邊休息 那我們也在等待後續的一些結果 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 大家午安 9月18號那一天 我們和台大的醫療團隊 還有就是黃醫師 台大黃醫師一起就是為團團進行了MRI的這個噪音 那當天麻醉是非常的順利 團團他也是很配合的進行了我們的醫療 那整體過程他的就是整個生理素質 都是非常穩定的 那在做完就是MRI之後呢 我們也順利的進行了腰椎部分的腦肌隨意的抽取 這個部分是我們看到團團他的MRI的一個影像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比較在左側的大腦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整頁還有就是逆頁的後頁 有一個局部比較大範圍的液化壞子 還有就是他周圍有一些水腫的現象 那在另外一側就是在右側的大腦頁呢 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局部比較小範圍的一塊的周圍的一個水腫的現象 那推測這根就是團團他的整個臨床症狀去比對起來呢 我們剛剛所述就是他所謂癲症發生的原因 應該跟這個部分有很大的相關 那在後續我們會去進行了抽取腦肌隨意之後 目前已經幫他就是後續的送檢 那現在就是等待後續的這些議題分析 我們會收集他的一些結果 再收集配合一些其他的資訊 最後會等一個完整的報告出來 再決定我們方向會往哪邊的去進行 那團團未來呢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病照 所以也會開始安排讓團團就是開始 左手進行不用抗電腺藥物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就是會持續密切觀察團團的狀況 給予最好的招呼 謝謝